Bandai 模型系列 Let's Unbox! 我是 刀鋒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 周海 Paul Rise! Rising Hopper! Antoni Grado! Caman Knight Zero One! Rising Hopper! 又是上次和大家介紹過的 新的Bandai模型系列 就是這個Antoni Grado 一個給小孩玩的入門級模型 慎房大家沒有看過 又要介紹多一次 標榜這個模型系列 3歲以上就已經可以玩了 非常簡單 不需要鉗 不需要油油 只拍就已經可以搞定 總共有27個拍子 見到件數也好像不太多 直接開給大家看看 好 這樣 硬 一塊 雜式件 兩塊就是 素黑色的 好像件數 比上次龍珠那次 還要更少 好 這樣 說明書 是全彩的 上次我們也說過 這樣會令到小朋友 看起來會更加吸引 還有找件數 會更容易找到很多 好 阿刀砌了它再說 先砌了個Body Huma Gear Huma Gear 已經是 好 好 示範個好東西 看到那個 水口接駁位置 很薄 很細條 我們一下 我沒有用力 耶 這樣就可以拔出來 說爽爽豬 前後拍 已經是Huma Gear 的頭 其實也有點爽 因為它 又不用用力 接著水口其實也很好 我看到拍完之後 其實水口位置也不太過眼 因為它的接駁位置 實在太幼太薄 所以拔了 也不會說拔了一塊 你見到 也不錯 好 有一個Body 就是這樣 前後兩塊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接著手臂 都是前後兩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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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好一個素體戰士 Huma Gear 的Body 好 好 然後到它身上的裝甲 貼紙其實 1 2 3 4 4塊 好 好自愈的感覺 因為它 真的很爽 一點都不用用力 好 首先 頸部 後面 鬼面罩 先刮兩隻紅色眼 好 OK 完成 接著 放在頭上 OK 好 之後到大腿甲 鞋頭 然後 小腿 完成了 好 好 到腰帶了 好 又完成了 好 之後呢 先把頸部 好 OK 好 接著胸口 它又分了三塊組件 先把胸部拋開 好 接著呢 到我的腹肌位 嗯 完成了 好 最後一塊呢 就到背部 OK 好 抱歉 好 好 搞定了 好 最後呢 貼上貼紙 就好 好 好 搞定 好 好 前面 側面 後面 好 質感 挺好的 因為 它的顏色 就 有些雅刻色 也有很多 那些 一格 一格 質感 蠻好的 膠味 就不是太重 雅色 沒有太亮 貼紙方面 腰帶 胸口 還有手臂 其實都分好色 相當骨子 樣子都幾試正 而且 二組得來 又有少少滿足感 整個裝甲上去 其實是有點爽脾 可動方面 只有手臂上下動 拔出來 好 上下動 其他地方是不能動的 作為一個小擺設 來說 都不錯 因為你買一隻Celo-1 這樣動起來 那些景品玩具都百多元 這個便宜的幾十元 又一組又一玩 我覺得相當不錯 今天的爆箱指數 5分 作為一個平時沒有組裝的食玩 模型的朋友來講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又不複雜 因為有些朋友 都很想組裝模型 我都很喜歡組裝高達 但而於工作時間太長 很難找到十幾個小時去做模型 所以這個又可以滿足到組裝的慾望 又不難組裝的時間 只有幾分鐘 就可以擁有一個 已經成型 有顏色的玩具 相當不錯 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 如果作為父母的話 買給小朋友玩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都夠年輕人玩一小時 可以慢慢組裝 就算那個年輕人不肯組裝 要求你幫他組裝 其實只需要幾分鐘時間 不需要組裝到瘋 這個Antarly Grado 就出了這三個款式 看上去好像龍珠大隻 很多個悟空那麼大隻 C01就縮小了 但不知為何龍珠特別便宜 這兩個分析更多更複雜 肌肉紋都很漂亮 但這兩隻只有五十多元 但C01要賣六十多元 真的不太明白為什麼 有些朋友如果玩開噴油 或者改造的話 其實我覺得C01 你加上一些陰影 或者你再噴一些金屬色給他 整隻都漂亮的 沒有組裝模型的朋友 更加推薦你買 又可以過手印 又不難組裝 相當之正的一個系列 今集暫時玩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記住 買到變窮鬼 最怕你不看 我們是爆傷兄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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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